再来看到台商回台湾借款买豪宅惹了悲意 那财政部就决定说归跨定台北市为豪宅查税示范区 总计158栋超过3200户台北市知名豪宅将全数列管 那列管期间前后两年的豪宅交易呢 一律按时价课征售屋所得罪 锁定豪宅进行地毯式的查税行动作业 财政部已经交由台北国税局期付规划 预计明年启动 未来将藉由台北市的豪宅查税经验 建立高价房产交易实价课税的基础 并且扩及对全国的高级住宅查追税